其實我是沒有影響 又可以說是有影響 八大行業 他說不能開 我就去Define一下 甚麼是八大行業 文字上有寫到 酒吧是八大行業之一 我開酒吧 我就直接影響到 但他亦有說 收到通知就不能開 那我就查證一下 問業界的朋友 業界的人說有的開得有的不開得 大家都很含糊 我直接打到市政府那裏問 市政府那裏說 就回答我 你有賣酒 你有賣食物 但是你沒有服務生在旁邊陪伴 即是陪酒吧 簡單來說 的話 其實就不算酒吧 他的定義 所以原來台灣人的定義 八大行業的定義 酒吧的定義 跟我們的定義 香港人的定義是不同的 所以對我來說 原本我們是沒有影響的 我們是照常開的 他們定義我們是餐酒館 餐廳 所以我是可以開的 但另一個影響就是 當然我開的時候有沒有客人 整個萬華區都是 大家認為是重災區的時候 我開店 亦有一定的風險 或者沒有客人來 那我開來幹甚麼 所以我未必會開 雖然我可以開 但我未必會開 那這幾天有沒有明顯的下降下降 這幾天其實我沒有開 因為一來想休息 那我星期一 二是有開 生意是非常好的 一路到 多謝大家支持 那星期三 星期四 我自己聽到政府宣布 說喝酒店是不能開的時候 我就 咦 喝酒店 我們是否喝酒店呢 那我們沒有回歐的時候 我就說不如不要開 那星期五 八大行業不能開 我就回歐 那我今天照開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有很多燒賣未賣光 那我先清掉食物 那我今天照開 我就拿著 那我不會開 因為休息也要 那你覺得政府做這個吵醒 政府當然做得好 當然我們相信政府不怕 不怕 那原因就是 其實我覺得各部緊張 我覺得泰國 這麼緊張幹甚麼 但是因為正正這個緊張 台灣才把關得好 那這個是我們要遵守的 因為大家都走這個 就是不要人與人之間連結的話 我們就盡量少點連結 不要見了 是不是 所以 把關得好 所以我們都要尊重他們的大家行政 雖然他說我們可以開 但是 是的 那就自律一點 那你這幾天休息會有甚麼消遣 我消遣第一是打機 第二是看劇 第三是我們將會推出冷凍包燒賣 期間限定抗疫冷凍包 魚肉燒賣 應該會在家打魚章 包燒賣 所以高雄的你 台南的你 密切留意我們出帖 對 不用飛上來台北也能吃到 到時 那你現在去 你現在去 你現在去 附近的馬華區 開始出現 疫情 現在附近有甚麼鬼 附近有甚麼鬼 好一點 第一 入場人士都要做體溫檢測 可以嗎 可以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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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低溫 比較難血 不是 好像是 隨便 靜不靜規定都要 這個 酒精消毒 還有實名登記 這樣 有沒有像香港那樣的人 那樣的聲音 說真的 我又不會查他的 但是 我們私道的客人 都乖的 智慧的 這樣 跟香港有甚麼不一樣 跟香港有甚麼不一樣 其實我不知道香港是怎樣 是不是要安心出行的 他們 是不是還好 不是 還要安心出行 我不知道 但是台灣有一個apps 好像比較厲害 就是如果你 確診的話 我不是確診 我們的apps 在附近的話 會響的 是啊 好像挺好的 這件事 看我和你有沒有連結 好像在玩天底 附近的人 是啊 叫做台灣社交距離 看看 是啊 沒有東西 沒事 我這樣破壞了 救命 沒事 沒事 好 好像很backmirror 我們對一對 我們沒事 就是這樣 怎知道原來是劇圖 拿著袋子 被他玩死 但是anyway 說到尾都要自律 台灣人是很自律的 事實上真的很自律 他們很害怕 昨天已經掃了超市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那你有沒有去搶 沒有 沒有東西搶 是啊 我們本身已經有很多燒賣吃了 救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沒有搶 台灣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你 我們抱著一個很大 即是很樂觀 你怎麼樂觀 全世界第一 我們的防疫 即是台灣的防疫全世界第一 所以我覺得很快會搞定 是啊 現在升族是Level2 那Level3 就停不出街 封城還是怎樣 那我相信 即是他有這樣的措施 現在大家都受落 沒有吵的 沒有商交 沒有人說這些 真的 大家都是以 即是起碼的心態就是以防疫優先 那我覺得大家同心協力OK 是啊 停電就是 一 幸好我沒有開 是的 我開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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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因為太熱 是的 我們家裡停了三次 停了三次 間接性停三次 OK 沒什麼 就體驗一下 停電不要緊 Level也停了 那一刻是很感恩的 感恩 是啊 感恩就是 我還有WiFi 我還有冷氣 是啊 真的 這個真的 不是必然的 大哥 就是這樣